大家好 今天是3月6号星期一 股市表现有一点反复 可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稳定 先看看那个指数 小段行政指数先低开130点到20437点 曾经一度再回调到20410点 当然在低位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的买盘出现 结果股市就开始稳步反断到20702点 而直到下午3点20分左右 整个股市还是在这大概300点不到的波幅里面走来走去 从走速方面来看 股市暂时来说好像是没有太大的方向 不过大家有留意 从上个星期三开始 在收市的那一分钟 指数已经是收在10天跟250天线以上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只要保持这个走势不变的话 等于说移动线方面再往上看一定是20跟50天线 现在20天线已经大概在20710点左右水平 而50天线大概在20910点左右 相对现在指数在20600多来说相差只是几百点而已 当然在成交方面还是比较低迷 等于说股市暂时就是没有它的动力 变成来说虽然说距离那个50天线只有200多点 可是股市就是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推进 不过不要紧 现在才不过三月份的第四个交易天 在这个月信下的交易天可能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位 因为第一这个月的走势还是先低后高 指数暂时还是从1号的低位19849点上升到3号的高位20727点 三个交易天之内指数的波幅有878点 首先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三个交易天之内 还有878点的波幅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那既然很简单只要先低后高的走势不变的话 我想最终指数还是会进一步往上寻找这个月的高位的 要是说在月初的时间出现一个月的低位 只要先低后高不变的话高位一般来说是在月中左右才出来的 这样子看起来这几天的整个其实问题不大的 再看移动线 刚才我提到指数从上个星期三开始在收视的那一分钟 已经是走在10天跟250天以上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时间现在大概在20320点左右 我们再看一下 1月27号的高位是22700点 一直回调到2月28号的低位 1万7千 1万9千7百30 1万9千7百83点 现在现在指数在2万068点左右水平 等于说距离这个 1万9千7百83点的低位还是比较远的 那最低限度我们暂时不用担心股市会进一步下市那个低位 也可以说只要稳守10天生以上的话问题应该不大的 性下来看就要看 资金日式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的动力真的是不太足够 就算是像今天曾经一度上升到2万07802点 距离这个月3号的高位2万0727点 相差只是20多点而已 可是股市就是暂时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推进 简单一句买盘还是有 可是动力方面不太足够 不过不要紧 刚才我提到 今天才不过是三月份第四个交易天 只要先低后高走势不变的话 指数应该还是有机会在进一步推上的 好了 下五分期就说到这里